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如果你有看我的微博 你可能也知道 你应该恭喜我 我又收了喜获了一个新情人 菲尔特500 是的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拥有这个车了 所以一直有很多人去问我 你从你收那么多那些老情人回来呢 有没有哪个品牌你是一直没有的 或者说你没有兴趣的 有一些像那些豪华品牌 老师来一次 法拉终有一天我会有的 这些我是没有钱 但还有一些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一直提不起这个兴趣 可能其中一个就是奥迪了 我一直对拥有一部奥迪提不起什么兴趣 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情人嘛 我始终觉得应该是有点个性 有点性格的 这跟太太不一样 对吧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情人就应该耍点小脾气 有点调皮一点 开得起玩笑 甚至他坏一下搞点小脾气 都是没问题的 可能奥迪这方面 它一直都是比较中庸的 一直都是很乖巧的 那个形象 就积不起我的兴趣 但如果真的有一部车 一部奥迪 是我想把它给收回来的 就是身边这一部了 这一部是一部2005年的A4的B6 对 没错 一个奥迪的一个B6 一部一汽大众国产的第一代A4 你看它身材的尺寸 超棒的 其实这部车我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又勾起了 我当年我入行的时候 这个车刚才还是新车 我去试它的时候的那些感觉 跟今天是完全不同的 开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忍不住 把这一部 一部全新的2018款的A4L 把它放在一起 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呢 其实我就想这个画面给它去看一下 对比一下 其实它们只是相隔了两代的车型 十几年的时间 一个十二生肖的轮回 但它们两个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仅仅是说身材比例上面一个尺寸 你看这个车 非常紧凑的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部紧凑型豪华轿车 当时我们是这样去叫它的 但是这一部呢 俨然就是它这个年代A6的尺寸 非常大 非常修长 然后空间各方面都是长了 不止一个尺寸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很多种解释 有人说现代人贪心 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现在爱好 兴趣各方面 路也变宽了 房子越租越大 车当然要越来越大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 等一下我们待会再说 其实不管我们的身材比例大小的变化 这一代的B6 我觉得真的是漂亮 我们看一下它车身那些线条 那些比例 其实同年代的A6 你记得吗 它那个很圆润的那种感觉了 是破天荒的 在世界车坛也是引发很大的一个战域的 这部车其实很多线条 你看尤其是这条下来的一纸版 这条弧线 就是沿用了当时那代A6的那种设计 非常好看非常精简 但同时在那种圆润的基础上 它又用了很多很坚强的 很干脆的这种直线条 这个比例 你看一条直线条 一直这样拉过来 我觉得这种比例 那么敦厚的比例感 真的是超棒超好看 很扎实的感觉 所以这部车 我一直在我心目中都是最漂亮的A4 没有之一 包括现在那个新款放在我面前 我觉得它也是很漂亮的 何况这一部 这一部当时是很很金贵的 也是当时国产A4里面的顶配型号 它是一个3.0的culture版本 同时你看到没有 它有个S-line 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包装 除了轮毂 我们是后换的以外 所有东西都是原厂的 包括它有车身的包围 这种 这个好像也是后来换的 你看那么低矮的悬挂 车身的包围 还有最精彩的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这个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了不得 当时的话 有那么大排量的这个级别的这个车 是很稀罕很稀罕的 你看这种橙色 重置的V6 3.0的一个发动机 在现款的A4上面 我觉得已经是绝唱了 根本看不到 除非你说那些RS那些版本 但在普通的 我们叫买菜版本上面 可能它以后我们就见不到了 在它之后可能还有一个3.2的 之后就没有了 就变成是现在全是四缸机的一个天下 当这个年代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 有人说法是 不是我喜欢的车 怎么讲 那句话是 是怎么说呢 不是我喜欢老车 是我喜欢的车变老了 可能在这个A4上面就是一个很老的一个诠释 90年代到2000年代 是全世界各个车厂做车最认真最用力的年代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为什么当时的车跟现在的车去相比 它那个尺寸 我们摄像同事过来 对对对对 回到这边这个角度 为什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以前的车比现在的车要小那么多 不是说当时的设计师不想把它给做大 是材料的问题 不要看这个新A4比它大那么多 其实我们比较一下车身的重量 那个尺寸 那个数据的话 它比它还要轻啊 不要看它的发动机比它小那么多 但是它的马力分分钟比它还大 开鞋的感觉比它还爽快 这个其实就是多会我们的那个科技的发展 其实每一代的车设计师 每一个工程师都是希望把车做得越大越豪华 但同时又越便宜 而且我们操控要做得越来越好 只是当时的那个科技达不到那个水平 所以能做到的就是这个级别了 但是来到这个年代呢 那么多轻量化材料的使用 对吧 所以我们在可以控制很好的尺寸上面 车可以做得很大 而且同时在一些装备上面 配置方面呢 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去开一下这个车 通过驾驶它的过程 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实开起来也跟现代的车有很大的不同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一轮嘴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因为实在太热了 热到我都头到瘟了 其实我想表达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转回普通话了 我想表达的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年代的A4这个奥迪 我觉得是比现在新款的 是更有想法更有个性的 的确啊 你看一下这个年代 同年代的宝马是什么车 是E46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车 我迟早要把它拿过来拍秦怀车的 我一直没找到精神 如果你有你告诉我 但同时同年代的像奔驰的C-Class 我觉得完全就是跟它们两个对手是 什么鬼 那个就没法比了 因为那个年代的奔驰的C-Class 那个花生灯的那个 空间又小 然后操控又不知所谓 很硬的那个车 但同时它又没什么操控的感觉 又不舒服 又开得不快 我不知道它想干什么 但这个A4就不一样了 其实从这个年代 这一步开始了 我觉得它的性格各方面 都跟现在的奥迪品牌 它在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是很像了 它什么呢 它在一贯的追求这种很精致 你看它的类似 肯定明显比同年代的宝马的146 还要漂亮 漂亮得多 这个级别里面 它应该是挺呱呱的类似 那个年代 它是我记得去试车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去做的一个 表扬它一个点是什么 我们去开一下这个开窗的开关 去试一下它那个手感 它的那些声音 然后它那些手感的给你那种回馈的话 那种力度 绝对世界上它应该是做的最好的 当时我们把这个是作为一部奥迪 它品质 装献品质高的一个特点 同样 这部车整一个车厢 这个氛围 这个类似做的超漂亮 超占的 比当时的我刚刚说A 那个C-Class 还有宝马的山系 都做的都要好 同时那么精致的情况下 它的操控 又是跟宝马是不一样的 146的宝马开起来 实在是很紧张的 我就时刻都得踩油门 不踩油门 好像对那个车就是侮辱的事的 但这个不是 这个 哪怕我这个是一个顶配的版本 配了一个3.0的一个V6的发动机 但是它开起来那种流畅的感觉 那种行云流水的那种舒畅感觉 哪怕这个S-Line它那个悬挂 它都不是使硬使硬的那种很贴服的 很油刃的那种悬挂的感觉 我觉得都是平衡的很好 在那种品质感 然后给你外观看上面的那种力量感 但同时开起来又不会让我们很 那种精神紧张的感觉 A4是拿捏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年代就已经有想法了 只是我不是说这个车 我刚刚说我不想收 没有收一个奥迪的冲动 唯有这个B6版本的A4有这个冲动 就是因为它是历史上最有想法的一个A4 不过它也是有毛病的 这个车从勤怀的角度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 如果你有冲动去收价的一部车 你要注意一点什么 其实这个车价格不贵 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部1.8T的 就是那个后来小改款 有一个小改款就是大嘴的那个版本了 从奥迪的官方角度来讲 那个已经算是B7了 它换了一代 但理论上 那个车只是一个小改款 什么都没改的 但是类似电子装备上面去做了一个升级 这个是小改款之前那个版本 你看它那个前脸包括尾灯 都是原来那个形状 但我觉得还是更好看一些 不过后期版本它的变速箱换了 包括这个3.0这个版本 它都换成了一个CVT的变速箱 换成CVT以后 它把原来的我刚刚说的那种性格 就再进一步的磨平了 所以这个车在舒服这条路上是越走越远 你看舒服的那个程度 有点浪费了这个3.0发动机的这个本领 同时这个CVT的变速器呢 也是为这个车的一些麻烦埋下了伏笔 同年代的A6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它这个CVT变速器 它这个链条了 开了一定的公里数以后 它会变长 变长呢 它就有点会 会有点像打滑的感觉 极佳油的情况下 它砍砍砍砍 它会这样去响 所以你要买这个车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一点 修衣是不便宜 可能要过一万了 包括现在都要过一万了 这个价格比较贵 但除此以外呢 说实话 这个车品质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没什么硬伤 除了一贯的奥迪的通便 其实现在的奥迪都有 就是各种可以有油水的地方 都是渗漏的高危区 这个车保养的那么好的关系 所以整个车都很精神的 但如果你疏于保养的话 肌油漏的 冷却液漏的 还有那个什么血肿漏的 所有你可以漏的地方 气门油风 避震器塔顶那些 可以漏的地方全漏了 所以你要玩这个车的话 你要注意了 同时我不知道这个车 为什么保养的那么好的关系 你看它的类似这些东西都没有 颜色都是没有掉的 这个如果按久了 这些字母那些全部都会掉色 也是这个车的一个通病 这个版本它有很多很用力的 或者很高配的一个配置 哪怕放在今天 一点也是不丢人的 它有boss的音响 还有什么 你看车载电话 当时是没有蓝牙 是用这种方式 Lokia 电话 很坚强的电话 现在放在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用的 同时还有一个 那个连带的奥迪很喜欢配一个装备 就是这个天窗 这个天窗有什么玄机呢 它是个太阳能的天窗 像今天那么热的情况下 我把车放在户外 它这个太阳连天窗 就可以通过太阳能去驱动我们空调 不是压缩机 只是通风系统 是让它去启动的 所以能保证我们车内的温度不至于太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装备的原因 可以让这个车厢保持得那么好的 的关系 你看这个类似 我觉得可以说这个橙色是满分的 做得超棒 这个版本的A4呢 其实它是经历了一次小改款 我们仪器大众方面也是跟进了 小改款的前跟后两个去相比的话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后来那个大卷就有点为了追求家族的这种设计 就硬加上去那个大卷 像什么 像那个螃蟹那个屁股这样贴在前面 我觉得是蛮难看的 除了那个样子不同以外呢 其实在一些电子装备上面也是做了一些区分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如果我说错了 你应该纠正我 我记得是小改款以后的那个A4那个版本 它方向从这个液压助力变成那个电子助力了 我没记住好像是有这样一个变化啊 所以呢整一部车小改款以后呢 它那个驾驶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得元位了 得元位是什么 这部车就是得元位了 我的方向是有分量的 悬挂起伏有分量的 虽然这部车它的那个动力没有三系那么去斩钉截铁 但是它的悬挂这种支撑力 或者过弯的时候拐弯的那种精准度啊 也是毫不含糊的 这个就是当年德国车的那种感觉 有点跟现在的A4去相比呢 我可能想用两个菜式去做一个比喻 这个车在这种完善程度 它不是靠电子去实现的 它完全就靠非常精凉的机械搭配去实现那么流畅的 那么棒的这种驾驶的感觉 这就是像我们做的粤菜啊 原汁原味我的食材好 然后有一个做的这个烹饪 这个煮菜的这个过程 可以让它把这个原味给保持下来 这个就炒出来这点好菜了 但新款的A4呢就有点像那些 会不会像川菜啊 我不是美食专家 我可能这样比喻 是靠各种香料 去把它的美味给烘托起来的 电子装备全部给加上去 然后感觉这个车就很像有神力附体啊 虽然它那个马力那么大 但你不需要很多的一个技术 同样可以把这个车开快的 但是这一部车不一样 包括它那个Quotro系统啊 CVT变速器啊 各方面都加起来 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电子装备 去辅助你驾驶的 还是要靠真掏真枪 真材实料的用驾驶技术 才能把这个车 在赛道上面把它给开快的 根本不用怀疑 科技肯定是 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好的 在汽车上面的体现 我觉得是最贴切的 也是让我们感觉最深刻的 你看那个刚刚那个A4 十几年前跟十几年后的 两代车型两个产品 这个车给我们的享受提升的 有那么多 你看我们的空间大那么多 豪华装备 当然那个车豪华装备也很多啊 但体现的方式就不同了 这个车各种的符合这个连带的 我们现在人需要的 像那些多媒体啊 然后一些接入系统啊 各方面那些装备 全部都给配齐了 这就是科技让我们带来的一些享受 而同时也没有因为这个 让我们付出更加多的东西 车身尺寸大那么多 但是现在这个A4 体重的这个控制比以前控制的更好 而且它的操控只会比以前有进步 绝对不会比那个差的 我的发动机比你小了 但我动力比你大了 对吧 变速器啊 然后各方面的反应 只会比原来变得更快 这个车如果任何的一个数据 任何一个指标去用它去来 去来评价它的话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也只有进步 现在很多人都去问我啊 这个豪华的这种B级车里面 怎么去挑那几个常规的对手啊 像那些太冷萌的我们就不说了 就常规三大的德系三大对手 三系C-Class跟A4L 怎么去挑呢 我其实我反而推荐 大家推荐的最多的是A4L 因为我觉得它是平衡的各家 是平衡的最好的 哪怕是最新款的C-Class 虽然它在设计上面进步真的很大 类类外外的看起来 都是那么赏心悦目 我们就为了这套类似 大家可能就会愿意去掏钱 买一部C-Class 但其实C-Class的底盘的品质 行驶的品质 我觉得是这三部车里面 应该它是最弱的 然后还有宝马 宝马的底盘肯定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级别 它这个榜样这个DV放的地方 它速度也高 开起来也快 操控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是它的类似那种感觉 那种豪华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最弱的 反而是A4 应该真的是没什么投诉 它的类似这种工艺 还有它给我们的那种科技的感觉 各方面都是拿捏得很好 一点都不会觉得它低档能 都是满满的档次感 但同时也不会太老气 对吧 还有底盘 底盘它会比C-Class要好 虽然它没达到3系那个级别 但是3系也没有它那么舒服 对吧 所以它是中间平衡的最好一个 总算 其实中庸也是一种风格吧 奥迪一直在这种风格上面 真的是做得 做得是蛮好的 其实从刚刚那个老的A4上面 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个问题 那个年代的奥迪 它在品牌特征上面 是没有宝马 也没有奔驰那么显然的 它只是使一根筋的去按照德国那种很轴的方式 去把一部车造好 但是这个年代奥迪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 车也好好的给它做 但同时也会给它一些品牌方面的联想 是怎么样 我觉得三个品牌可以放在一个时间轴里面去区分 奔驰呢 它是更多是有一个有历史的 有底蕴的品牌 是这个时间原点往以前走的 它这个是可能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基调 宝马 它绝对是个活在当下的一个品牌 它很嗨 玩起来很嗨 我就 就是一个开宝马一个最好的一种心理状态 但奥迪呢 我觉得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品牌吧 它有很多 未来的一些科技感 不是说它上面有很多未来的东西 但是它给你一种科技的感觉呢 也是这三个品牌里面它做的最好的 所以按照时间轴的一个点的话 它应该在远点往前去走的 所以三个品牌三种风格 总算还在这个年代它们都给分出来了 没有变的都是他们很认真在造车 也把自己的风格做出来的 真的是挺好的 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老车我们大家也可以喜欢 但绝对不是你喜欢老车 不是否认一部现在一个新车 它做的好的一个理由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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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